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天津大学的陈燕 我其实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老师 我主要研究的是机构理论和它在工程中的应用 你们见到的所有会动的这些工程装备都是我们感兴趣的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硬核折纸指南从艺术走向科学 说到折纸 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你还同时的记忆 什么纸飞机 纸船 当然更包括了这个牵纸鹤 这就是我们手工艺品里面的一个代表 牵纸鹤它又有很美好的记忆 所以山东台儿庄用这个牵纸鹤来缅怀先烈 同时牵纸鹤在折纸的历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第一部书籍就是日本僧人写的《密传千与鹤折行》 虽然折纸有很多年的历史 但是折纸的记录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折纸其实并不属于我们人类 自然界中有很多折纸大师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位折纸 一个是植物界的代表 这个就是举树的叶子 它跟我们其他树的叶子不一样的地方是 其他的树是从一个小叶片成长成一个大叶片 而这个举树特殊的地方就是 它在叶包里像花朵一样从小小地长大 然后叶包被撑裂之后 它从一树展开成一个叶片 它有一个折斩的过程 那么动物界的这个折纸大师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甲虫 甲虫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对软翅和一对硬翅 软翅在平常的时候是折叠起来 藏在硬翅底下的 当它们遇到危险或者觉得要长途飞行的时候 它们才可以打开 问题是它们没有手 它们怎么打开呢 它们是用身体里的压力把体液压到赤脉里 在这个毫秒级别的时间 砰一下就把这个翅膀打开了 所以它就可以飞走了 但是呢这个前面很爽 后面飞完了之后麻烦就来了 因为它没有手 怎么把这个翅膀折叠起来呢 所以它就在背后用左边和右边的这个翅 互相敲击 然后慢慢把体液再压回身体里 然后这个翅膀才能折起来 这个过程呢就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 所以自然界的折纸呢也给我们人类的研究很多启发 那么折纸在我们人类里面呢 尤其是在这个世纪上升成一个非常高端的 碳为观止的这个艺术品 那么这个图片里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折纸艺术家陈晓 创造的宇宙漫画 他用一张纸通过复杂的折叠呢 形成了一个美女撑伞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这个折纸图案呢 获得了去年的国际折纸大赛的冠军 那么刚才那个图案过于复杂 而这个呢是日本的折纸艺术家 布什之子创造的图案 它叫这个Square Twist的方扭图案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纸面上 它有很多正方形突出出来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转 那么你现在肯定要问我了 这个东西是怎么折出来的 OK 它其实呢 并不是像我们折一个纸飞机一个船一样 那么简单 它背后有很复杂的这个几何设计 那这就涉及到这个折纸背后的数学 数学家在研究折纸的时候 并不是立体的五颜六色的 而是回到了这样一张白纸上 用黑线来描述这个折纸的图案 我们称之为山谷线的分布图 所谓的山线就是折向你的线 而所谓的谷线就是远离你的线 一旦有了这个山谷线分布图之后呢 你就有机会把一张纸折成复杂的几何形状 那么下面大家就来猜猜看 这个图案会折成什么呢 其实折成了一只猫头鹰 所以你可以看到左上角那个比较复杂的 扇形的其实就是猫头鹰的尾巴 然后感兴趣的人也可以找一张猫头鹰的眼睛 是从哪个地方折出来的 那么这个随着计算机图形学的发展呢 折纸艺术家不再满足于做直线的折叠 因为直线折叠往往给我们带来的是平面的效果 所以大家来追求这个曲面的更美的图案 所以呢就引进了这个所谓的曲纹折叠 那么又有人问这个曲纹怎么折呢 其实曲纹有很多折法 有试折法就是先把这个纸搞试了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 就是你找一张结实一点的纸 然后用圆柱笔在上面拼命地画曲线 然后呢它就自然而然就可以折叠了 那么我是一个工程师 折纸在我们工程师的眼睛里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想尽办法 把这个古老的艺术品也好 手工艺品也好 应用到工程领域让它发挥作用 尤其是在这个航天科技发展以来呢 有很大量的这个折叠的需求 为什么有折叠的需求呢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太阳能翻版啊 卫星天线啊 这些大型结构是没有办法放到火箭整流罩里发射到太空里去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折得小小的才能 在体积上满足这个火箭整流罩的这个尺寸 然后发射到太空呢 再快速地展开 所以呢航天科技的发展可以说是促进了折纸工程学的诞生 那么这个图案里呢 其实就是美国设计的一个概念性的这个遮光照 就是这个卫星呢 它是用来做深空探测的 而我们的太阳太亮了 使它看不到深空 所以就造了一个这个遮光照 这样的话这个卫星就可以做深空探测 那么我是怎么来研究折纸的 首先呢 我们要把折纸用到工程上去 工程上很多结构都并不像纸张一样柔软 它是个刚硬的结构 那么我们呢 就把这个纸张呢 就是纸片认为它是刚性的 而所有的折痕呢 我们认为像门的脚链一样 它可以发生扭转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其实是在研究一种特殊的折纸 就是刚性折纸 认为纸片是不会产生变形的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纯数学的这个问题呢 转化成一个球面机构的问题 这就回到了我的老本行 机构学上 那么我们是怎么来研究这个刚性折纸呢 首先呢 我们是来分析这些已有的折痕 它到底是刚性的还是非刚性的 如果它是刚性 我们就很容易用到工程里 如果它是非刚性的 那就有点麻烦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Square Twist 放纽的这个折纹 当我们来研究它的 这个机构运动学行为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是要关注它 山谷线的分布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山线和谷线 所以大家关注中间这个正方形 当在这个传统艺术里面 中间这个正方形的四个边都是山线 但是我们还发现呢 其实呢你也可以布谷线 比如说第二个就是两山两谷相对 而第三个呢是两山两谷相邻 而第四个呢是一山三谷 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效果呢 就是下面这四幅图 就是它折叠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我们通过分析呢 通过复杂的这个几何运算就会发现 就是在折叠的过程中 前两个是非刚性的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硬折它 梯形的面板它就会发生弯曲 但实际上呢 你如果面对一个钢板一个木板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弯曲的 这样就意味着这个折叠过程是不会发生的 而这个钢性折纸呢 它所有的面板都不发生变形 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它折叠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一部分工作 就是来分析已有的折痕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要发明新的折痕 来适应不同的工程需求 这个就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设计的一个所谓的可折平的管状结构 可以把一个很长很长的管子 给它折平了 这样航天上它有一些框架式的结构呢 就可以以这个为基础来进行折叠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发现 我们看这个管子的时候 都是竖着看它 其实一旦你把它横起来呢 我们就发现它还有一个 这个副产品 就是一个折纸帐篷 那么这个折纸帐篷它的特点就是 它单自由度它很容易展开 然后它可以创造一个很大的空间 同时它是纸做的 所以它环保清纸 这个设计呢 获得了日本这个技术与商业计划大赛 地震重建部的部门奖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号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可以很简单地把它展开 然后还可以很容易地就把它收拢起来了 这个是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宠物的帐篷 如果你带它去酒店的话 你把它安放在这里面 它就不会到处的排泄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又回归到我们的老本行去设计新的pattern 那么除了这个直的管子呢 我们还可以设计各种弯曲的管子 甚至有两个通路的管子 那么这两个通路有什么用呢 其实它可以用来做这个隔声的材料 在不同的方向它的升学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折很多 折纸的时候 我们认为纸的厚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是零厚度的 就像这个录像里面 当折这个黄色的时候呢 你可以给它很紧密地折叠 但是工程结构中 比如说太阳能翻版 卫生天线 这些结构的厚度是不能忽略的 它折叠的过程呢 就产生物理干涉 你就没有办法紧密折叠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很多航天上的太阳能翻版 它都是一个方向W形状的折叠 因为它会两个方向同时折 它就会产生物理干涉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回到了最原始的机构的角度 因为球面机构要求所有的折痕交在一个点上 但是所有折痕交在一个点的后果是物理干涉必然存在 所以我们就说OK 我现在不把所有的折痕都放在它的中性面上 我放在这个后板的上表面和下表面 这样一来呢 这些折痕就不交在一个点上了 所以它的机构运动学模型就变成了空间机构 那么我们前面呢 在空间机构方面上其实是有很多研究的 所以我们就很顺利地把各种各样顶点的后板问题都解决了 这就是所谓的建立了后板折痕的运动学模型 那么解决了顶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好大好大的平面结构呢 通过后板的方式给它收拢起来 那么这个不仅仅解决了航天结构上的双向折叠问题 也是一个科学界的难题 所以这个是国际机构学领域发表的首篇《算数论文》 那么OK 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个大平板折起来了 我们的航天工程师就很高兴地来了 说你看 你现在可以折叠了 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实际上它上面有一层一层的台阶 那么航天工程师说 OK 你这个做太阳能翻版还不错 但是做天线的话 这些不均匀 不平整的表面 就会造成天线的误差 那这样就引起这个天线不能正常的工作 所以这个甲方提出的要求我们就必须满足 所以我们就灰溜溜地跑回实验室去了 然后又做了大量的机构运动学的反算 然后最后真的给它设计了一个完全平整的 而且折叠方式跟原来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天线的设计 可以用来做这个相控阵天线 那么这个都做好了 我们这个甲方的要求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这个很遗憾 所有的甲方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现在要我们折叠一个抛物面或者抛物柱面天线 因为这样的天线在这个航天里的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我们就又灰溜溜地回到实验室 还要坑直坑直地做了很多这个机构学上的工作 就把上表面所有的折痕都转移到它的背面去了 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移 而是要做很多机构学的演算 然后终于把这个抛物柱面和抛物面天线都完成了折叠 当然了我们的工作在基础研究工作领域 所以它大部分只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 最后哪一天这个结构才能从可能变成可行发射上天 我觉得我们可以共同地期盼一下 那么发射上天之后甲方又回来了 说我们除了这个天线要飘在天上之外 我们还要建月球基地 要不然你是不是考虑也给折了 我说为什么呢 月球基地让宇航员去建好了 他很无助地跟我说 你看宇航员都穿成这样了 怎么建一个自己的房子呢 很不方便 效率很低 你还是给它在地球上折好了 然后送上天 宇航员给它打开就好了 我说好吧 那我们努力吧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模块化的折纸单元 可以用来做房子 这个是有不同功能的模块 最后一个模块它是没有折展功能的 因为它是一个卫生间的功能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很大体积的压缩成一个最紧密的折叠方式 然后把它送上天 我的建筑学院的朋友看到了这个设计之后就非常感慨 说要不然我们把它去做露营房屋吧 我说可以啊 你可以拿去做露营房屋 同时我们也可以做月球基地 你想 你住在一个跟月球基地同款的房屋里露营 是不是这个心情就瞬间变得高大上了 你窗外的星星也变亮了 那么我们除了做航天上的应用 其实在很多其他的领域 也有很多折纸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给大家举一个你身边的例子 就是大家都开车 这个车前面有保险杠 保险杠后面有两个西能盒 然后便宜车的西能盒就是一个方罐子 贵点车的西能盒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它其实是一种波纹型的 这是宝马车的西能盒 大家都知道这个波纹型造出来是很复杂的 要通过铸造什么其他的方式造出来 所以它的成本就会比较贵 据说这个宝马的西能盒要2000块钱 然后我们在实验室就做了右边有折纸图案的 一个类似方形的西能盒 因为折纸图案的存在 就造成了它在受到冲击的过程中 它能吸收比原本多50%的能量 这样的话吸收能量的效果更好 或者反而言之 就是说你不需要更好的能量 那你就可以减轻这个结构的重量 这是在汽车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我们这个西能盒 它的工业生产的成本还不到500块钱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宝马车的西能盒 换成我们这个向来维修的时候比较省钱 除了做折这个平面结构 我们更感兴趣是不是把这个立体的结构给它压扁了 这样也是一个很大的折斩比 甚至说体积折斩比它可以达到无穷大 但是实际上数学家他告诉你 这个多面体是不可以刚性折叠的 因为它里面有空气 那好了我就把这个多面体的表面切了一刀 让这个空气跑出来了 当然实际的原因不是这样的 我们就引入了减脂 然后用减脂的方式 把一个多面体可以紧密地折叠起来 那么这个除了在航天上 在这个折斩结构上的应用 我们还做了一些比较细致的工作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动画里 这个鞋链的部分好像跟你的门鞋链有所不同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些新的开发 然后让它变成了一个双稳态的鞋链 而使整个结构它具有三个稳态 就是说你用这个绳子 登登登一顿一顿的 它可以有下面这个三个稳定的结构 因为我们说机构是有一个运动空间的 而它可以停在这三个位置很稳定 那这是一个很基础的研究 这个工程师他永远问你第一个问题 有什么用呢 对啊 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微电子学院 做天线的人合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天线的工作频段 和它上面电子器件的面积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就想如果把一个电子器件附在它的上表面 随着它在不同稳带停留 它面对溃源的这个面积是在三个情况下是在变化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天线并成三个天线来用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频率可重构的5G天线 它可以在5G的三个波段工作 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天线变成三个天线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工作又遭到了这个建筑学院老师的嫌弃 他说这个你们模型做得也太丑了 然后呢 他就出手了 给我们造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折战亭 而且他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 你以前老是折帮的 其他形状行不行呢 我们就发现任何形状都是可以的 这里有三角形的 有六边形的 所以我们建筑学院的大佬呢 就亲自操到给我们做了这个折战亭的CAD效果 你可以看到在艺术家的手里呢 我们就不再是简单的三角形片 而是一个像花朵一样的片 当它展开的时候就真的像一个花朵一样 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背后艰辛的科学过程 请访问我的网站 谢谢大家